来关心一艘货轮在高雄港准备转运日本 被警调查获了 这船上在的冷冻鲁鱼有状况 因为买货柜的鲁鱼当中 有53只的鲁鱼肚 居然藏有氨非他命 而且为了方便便是用 有藏毒的鲁鱼头上都绑了蓝色丝带当暗号 那么查信员花了5个多小时 以无鱼货切割机来处理 取出了138公斤的氨非他命 冷冻鲁鱼翻上聚机台 硬邦邦的鲁鱼切割之后 再翻面换到另外一个角度 鲁鱼越切越小块 这时查信员眼睛忽然睁大 鲁鱼的腹部怎么有一包白白的东西 因为冷冻太久必须大力敲 这一敲掉出一包白色物体 原来藏在鲁鱼肚里的是氨非他命 而数量不止这一只 海巡人员缤纷多路 前往另外一处的鱼货 解体工厂 满地鲁鱼还用丝带做记号 其中绑蓝色丝带的鲁鱼肚子里藏有毒品 总共53只起出138公斤的氨非他命 市价高达2亿多 新台币 这一批冷冻鱼由屏东方辽冷冻公司 以出口鱼鱼的名义 加强毒品转送日本 就在高雄港货柜就被捡紧及时拦下 查信员花了五个多小时 才把53只鲑鱼内的白粉取出 货主是谁必须尽快追气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